修行学佛要有成就,就要在正念心上安住,正念心清楚明白,不打妄想即逝 佛经云,苏婆世界一日一夜精进修圣,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为善百年 即便回到自己的家庭、工作岗位,仍然要兼助正念,随顺决心 你修炼用什么缘,去把那个因开发出来,能得到果报 所以因地,你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去开产不生不灭的果 就是你那颗真心,所以成佛不是你心 成佛只是成就圆满你那颗佛心而已 所以在大苏和尚,费亚禅师 他是请教马祖道一禅师 马祖道一就问费亚禅师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费亚禅师说,我想来请问佛法的宗旨 马祖道一禅师说,你自家保障 自己的保障不过,自家保障不过 抛家散走,在外面流浪,外面乱找干什么 费亚禅师又说,哪一个是我费亚的自家保障 马祖道一说,现在在公园这流浪 现在在讲话这个就是 费亚禅师就说,那要怎么修呢 马祖道一说,莫妄想 莫妄想 费亚禅师就因莫妄想这三个日回去 行住坐就没有妄想 吃就吃,睡就睡,坐就坐 走就走路,看什么,颅就是颅 弥合物仅在观念之间的一念之间 定心、静心、明心才是根本的目标 修行学佛要有成就 追求生命的圆满 就在正念清静心上安住 正念心清楚明白,不打妄想几事 时封新闻记者,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